就在19世纪初期 达尔文跟着小猎犬号出航 除了探索自然 还有一趟非常重要的任务 原来船长之前从火地岛抓了几位土著 带回英国接受最好的教育 再送回火地岛 希望能够感化其他人 但是当船长把他们送回去之后 两个人逃跑 其中一个人又完全回到了土著的生活习惯 让英国人很失望 不过这件事情却给了达尔文很大的震撼 他认为这说明了同样是人类 会因为不同的环境 做出适合自己生存的做法 强行改变别的种族生存之道 是相当不明智的 所以他也非常的反对奴隶制度 回头看看人类掌握的生物科技密码 如果说自以为能够扮演上帝 也是相当危险的 人类在进行富裕工作的时候 心中也应该有一把尺 衡量什么是不该触碰的底线 我是林依儒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发烧话题 知根究底 情局所定 热情无踪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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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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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